我看一路上这个都是种这个的 这是这是牧草给羊给牛吃的 不是啊 这是宠物吃的 宠物赛马 牛羊吃这个还吃不起的 那这个经济效益应该挺好的 这两年也不行 我看你们这一道川都种的这个 都不种粮食了 都不种粮食了 粮食材料也不行 就是药材 我看有人在山上都是在采药材 还是在山上种着 大龟 都是我们自己 兔子 龙猫 吃的东西 这个东西 这还是金贵的 猫尾草 这个那个 那个野地里长那个 那叫啥 猫咪咪还是什么 挺像的 也是就是那个 我们这里叫猫尾草 人家叫提摩西草 提摩西草 这个那个猫咪灭挺像的 但是比那个要细灭 嗯 你们家种多少摩啊 这个地 十亩地 都是种的猫尾草啊 十亩地都种猫尾草 这个是有那个客商来收啊 还是 就是 自己联系 客商不来 没有那种代办啥的 嗯 也是代办嘛 嗯 自己人家有些人搞的那个 嗯 那个 微商啊 什么的 哦 这微商上面也能卖 是加工好的吧 还是 加工好的 等于你们卖给加工厂啊 四五吨吧 四五吨 嗯 哎 降格也不行 现在啥价啊 今年啥价 今年好像好一点的 嗯 六千左右 一吨 嗯 十亩 也可以嘛 哈哈哈 也可以了 比种粮食强 啊 比种粮食强多了 一吨六千块 这每年也年轻不一样啊 嗯 这个 这个应该 不用怎么管吧 平时 咋都有 就是 有虫的是吧 没有没有 打 那个 好像有这个杂草 有杂草 打的 去杂草就行了啊 管理也不拿吧 这个 嗯 今晚呢就介入在这里 介入在这库农家这里 他们是收那个猫尾草 然后在这住了有二十多天了 好像一个多月了 嗯 跟他们说了一下 住他们这里 把车就停在这儿 把车停到这儿 然后 跟他们搭个伙 他们家的那个地好像是在那边的山上 然后 是一家一家人 有个小伙子 今年才刚搞考完 在这个 不用 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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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的特产 豆腐干 豆腐干 不用 就豆腐干 不吃 我喝了你啤酒嘛 哎呀 这一样吃一袋 我拿的也不短 啊 给他做他 一样 没事你吃你吃 别人拿一袋 这个给你留下 这个可以做菜用 这个是豆腐干 都是豆腐干 有油 来吃点饭 哎好 谢谢啊 没关系 谢谢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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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是你生日啊 对 那真的是瞧了 嗯 吃点摸 不吃了 我晚上都吃的 吃点 吃点 吃饱 都吃了 说 感谢观看